从功能及时代走过来的朋友 相信不会对刘德华代言的金利手机陌生 当年刘德华一具金品质利天下的广告 响彻大江南北 也为金利开启了国产手机的王者时代 当金利如日中天的时候 任正非还在生死线上苦苦挣扎 雷军还在金山打工 曾经与段永平的三大门徒 OPPO的创始人陈明勇 Vivo的创始人陈伟 步步高的CEO金志江 都是老乡史 可是如今这个品牌 却已经几乎消失不见了 与此同时消失的还有其创始人刘立荣 这个消失不是消失在大众的事业里 而是人到如今都找不到了 其功成名秀的时候 却因一把缩哈 而葬送了自己和金利的前途 那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一个农村玩如何缔造出了一个帝国 又是如何在一夜之间 亲手把他毁了的故事 欢迎关注毛眼儿的频道 长按点赞是对毛眼儿最大的支持 感谢 1972年 刘立荣出生在湖南 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 生活的艰辛 让小刘希望能够早日离开这里 努力学习成为了一种执念 1990年 18岁的小刘考上了重点大学 中南大学 那个年代 能考上大学都不容易了 能考上重点大学 更是风貌麟角了 毕业后被分配了进了 天津市有色金属研究所 能进国企 拿着一个铁饭碗 500块钱的高工资 这是多少人都艳羡的事 但是一次饭局 就改变了他的想法 小刘本身能力也比较突出 所长也有意栽培 一次所长的饭局 叫上了小刘 期间还特意盯住说 好好干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但是这话 在小刘的理解来说 所长也是熬了几十年 才熬到这个级别 在论资排辈的国企 小刘看到了30年后 自己终于当上了所长的人生 当人一眼能看穿自己整个人生的时候 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至少猫眼就深有体会 回去后 让所长意外的是 小刘居然要辞职 当然 小刘也不是愣头青 就裸辞 因为当时段永平进入小霸王 在成龙大哥的代言下 小霸王在当时可谓是商界的一个传奇 小刘也是非常敬仰段永平 因为自己的高学历 又是在那个大学生稀缺的年代 进入到小霸王也并非难事 可是 真当刘立荣进入到小霸王不到一年的时候 就赶上了段永平和小霸王的股东闹矛盾 段永平希望公司给予管理层股份 但董事长不同意 愤然之下 段永平带着沈伟 金志江 陈明勇等六个管理层离开公司 估计老段自己也没想到 这几个人打下了中国手机界的半壁江山 而这也让刘立荣多少有些落寞 段永平走后 小霸王的业务是急剧下滑 刘立荣也萌生了离开的想法 但是小霸王的另外一个高管 杨明贵也意识到了 在小霸王内斗之下 不会有太好的前途 就索性想出去单干 那自然也要带几个心腹 而刘立荣虽然来公司晚 但不管是在技术方面 还是在营销方面都能独当一面 所以就把刘立荣招致麾下 而本想离开小霸王的刘立荣 索性就答应了 跟着杨明贵出去之后 就成立了一家叫做金正的公司 主作VCD DVD 刘立荣的能力特别突出 公司也越做越大 为了奖励刘立荣 索性杨明贵就把公司交给刘立荣 让他担任总经理 并且还给了不少的股份 至少这个时候刘立荣觉得 这已经是自己的人生巅峰了 想想当年研究所的生活 真的是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中国有句古话 福兮获之所福 获兮福之所依 一天 刘立荣坐在自己宽纳的老板椅上 敲着二郎腿 品名敬丝 享受着一个成功人士应有的待遇 但突然间 一帮警察闯了进来 他被关进小黑屋审问 后来才得知 金正集团因为涉嫌走私 被调查 老板杨明贵早已不知所踪 而刘立荣作为公司高管 也是公司股东 自然也是要被调查的 好在被调查了半年之后 确认刘立荣并不知情 就给放了 但半年过去 早已是物是人非 不得已 刘立荣只能出来独自创业 上个公司名叫金正 自己名字里带个例子 所以就起名叫金利了 刚起家的金利 也并没有多少实力 做的也是跟万千花枪比公司一样 山寨机给别人做代加工 在那个手机还处于真空地带的时候 这也为刘立荣累积出了第一笔财富 但其不满足于山寨机代加工业务 于是开始推出自由品牌的金利手机 因为自己这么多年 从小霸王到金正DVD 做的都是电子类产品 所以也累积了非常多的人脉资源 还有刘立荣的三大爱好 玩手机下围棋打高尔夫 也正式的后两个爱好 为其累积了更多的高端人脉资源 利用这些资源 一周内就筹集了两个亿的资金 获得了150多家供应商的支持 所以金利手机已经推出 整合已有的资源为己所用 再加上刘立荣对营销的重视 不惜重金请天王刘德华来做代言人 一句金品质利天下的广告语 瞬间扑向大江南北 而遍及全国的各地经销商 早已为人们准备好了充足的手机 到2008年的时候 在纷繁复杂的手机行业突出重围 销量破了1000万台 成为当时功能机时代 国产手机的零头羊 但是时代会改变的 2007年 苹果第一款智能手机上市 但金利却并没有重视 但对于还在做MP3的魅族 却震撼不笑 于是魅族的慌张 立马决定停掉MP3业务 把赌注压在了智能手机身上 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在时代的转折点上 破例就显得非常重要 一直到2009年 苹果推出了苹果3000S 魅族推出了国产第一部智能手机M8 这也为功能机敲响了丧钟 此时的刘立荣才反应过来 要做智能机 但是副总给了他两个选择 一个是停掉所有的功能机生产 全力研发智能机 一个是停掉功能机一半的产能 同时研发智能机 这样至少还有现金流 刘立荣选择了后制 但是当两年后 金力在2011年一连推出7款智能机的情况下 依旧是太晚了 小米华为OPPO 魅族联想一众国产品牌围追堵截 国际巨头苹果 三星更是强势压迫 金力已经沦为一个二流品牌了 随后的近年发布的智能机也是反响平平 只能说金力是起了个大早 赶了个晚级 不服输的刘立荣就开始花费巨额的营销费用 希望能够扳回一城 邀请风小刚 刘涛 于文乐等等的明星来为金力代言 黑冠名播出了最强大脑的综艺节目 单单是2016年和2017年就花了60多亿的广告费 但是效果频频 巨大的营销费用 也让金力的资金链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频频开始有供应商上门讨债 按照正常老板的操作 不是应该四处筹坐资金 找金主 然后升级产品等等的操作吗 可是刘立荣的操作却更令人大跌眼睛 他居然选择去赌博 我不知道刘老板当时是咋想的 用赌去为公司续命 这不是一个伪命题吗 网上有说刘老板去塞班岛赌钱 输了上百亿 当然后来金力出面反驳 说是捏造 可后来对刘立荣进行采访的时候 他自己都说哪有上百亿 也就十几亿 当然对这些话毛眼不做评论 但网友的怀疑还挺有意思的 来看看这位网友说的 赌场就是把钱洗出去的手段 这个老板玩了一手金蝉脱鞘 根据当时媒体的报道 2016年的时候 在朋友的唆使下 刘立荣去美国的塞班岛上赌博 小生了几把后就渐渐着了魔 据说最高的一次 一把就输掉了7亿美金 在其输的百亿中 有60亿是从公司借走的 对于挪用资金的事 刘立荣自己都说 会给公司股东一个交代 可是2018年4月份 刘立荣就躲到了香港 再之后 干脆就玩起了人间消失 直到现在 还没有找到这个人 不知道在他乡的刘总 如今是过着衣食无忧的富豪生活 还是一个身负巨额债务 隐姓埋名的普通人 您说呢 都看完了 就顺便点个赞 感谢观众朋友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